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幕式 恭请中国戏剧学系组任刘慧芬教授致辞 我们这场论坛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当代戏曲創作的剧本创作 第二个主题是讨论戏曲剧场与现代剧场的对话 第三个是当代戏曲创作的艺术绸缪 而我们今天的议程是相当精彩的 因为我们邀请的都是国内目前非常杰出的 而且是非常当红的艺术创作群 无论是在编剧或导演方面 那我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他们是陈建兴老师赵雪军老师 以及早上的李一修老师 冯鸿真老师 下午是王安琪老师 李小平老师 唐门云老师 以上这几位都是我们目前在台湾戏曲界 创作量非常丰沛 都是非常活跃的一些创作群 那我们今天邀请他们来 跟我们同学来分享他们的创作的经验 跟他们独特的一些创作的想法 那我相信我们的同学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我在此郑重的宣布 2022当代戏曲创作论坛深深有色 第二天的议程正式开始 恭请文昌主持人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张启峰教授致辞 谢谢 谢谢大家 主席刘慧登老师 然后呢还有在座的各位师长 以及戏曲界的一个同好 大家早安 很感谢中文昂大学 中国戏曲学系的一个邀请 让我能够来参与这一场盛会 犹如刚刚刘主任所提到的 今年的一个论坛主题呢 是深深有色 然后是当代戏曲创作学术联合论坛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呢 主要是当代戏曲创作论坛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几年的 在惠峰主任的带领之下 每一年都举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研讨会或论坛 那重点呢都是聚焦在当代戏曲的创作 所以呢不仅仅是让我们在做研究的这些同好 能够有非常多聚焦的观察的重点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能够邀请到台湾当代戏曲剧坛当中 非常能量充沛的 而且呢非常有重要的一个作品 在大家面前呈现出来的这一些创作者 能够现身说法 让我们了解他们的创作的过程 而这无疑是非常非常珍贵 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邀请了两位啊 陈建青老师跟赵雪君老师呢 就是台湾当代不仅是创作量非常丰佩 而且呢每一个作品都能够引起广泛的一个回想之外 他们都很年轻就参与了戏曲的创作 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思考的模式呢 更能够呈现出当代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 文化环境当中呈现出的对于传统戏曲的看法 那我先简单的来介绍《光华之君》这一出戏 就是他改编日本的文学经典《原世物语》 那我是在数年前就是读到这个《原世物语》 刚开始读的时候其实是 有点我觉得有点不容易进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子事部这个作者 他在写故事的时候 他是慢悠悠的在说故事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在不管是看影视作品呢 还是在阅读小说 其实就是这种慢悠悠的方式 而且好像我觉得他在诉说故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那时候挺闲的 然后他时间挺多的 所以他说故事他可以想到什么就讲 然后他没有那个时间压力 不像我们现在写戏剧啊 就是要在两个半小时里面把一个故事讲完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读《原世物语》刚开始对于光源氏这个人物 其实还不是很喜欢他 我们很多人对他印象在之后他很风流 然后他周旋于众多女子之间 对 那可是后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读到中年后的他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光华之君》这出戏 我会选择中年的光源氏 他的这个人生阶段的遭遇来述说 那他其实在中年的时候的人生课题 主要是他后来娶的一位三公主 也算是他的妻子 那跟他很欣赏的一个晚辈伯木发生的恋情 那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主角一定会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他突然就大受打击 因为他的前半生其实可以在感情上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但是到中年之后就遇到中年危机了 那再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挚爱的一个妻子子夫人的死亡 这个子夫人是他 我不知道各位应该如果对于事物语稍微有认识的话 就会知道光源氏计划 就是他把一个长得跟他的初恋恋人 非常相貌非常像的一个小女孩 抱回家去抚养 那抚养就是要把他教育成一个完美的情人 然后呢以后等他长大了就娶他 就是这一位子夫人 好那我觉得这个改编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吧 本来原事物语的作者是子事部 那我们把这个作者呢 抓进戏里面化名为藤夫人 所以藤夫人这个主角在书写光华之军的这个主角 他有一个原型就是那个子事部 所以其实整出戏里面呢 故事很清楚的是一个作者他在写书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他的情感经历 还有他的遭遇呢 就会影响到他的创作 所以等于整个书中会很清楚的分成 现实世界跟书中的世界 这个双线并进最后会有一个交汇 好那我们现在认识一下子事部 子事部呢其实是平安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一个才女 那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段婚姻 后来丈夫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他过着是一个双居的生活 所以在剧中呢我们当然有调整这个藤夫人的身世 所以大家大概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子事部的一个画像 好 所以其实子事部这么年轻就手划了 他对于自己的生命 还有他对于自己的人生 其实充满一种未知跟茫然的 我觉得这种对未来充满未知 还有对人世间的命运 自己命运的一种茫然的感觉 尤其是整个光华之君里面 我们有在表现的部分 那子事部其实在平安时代那个时代 他有一个传说中的 跟他有暧昧关系的叫藤原道长 就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一个大观 所以我们可以在子事部的日记当中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到这个藤原道长跟子事部之间有非常暧昧的 这个是指示部在他日记里面书写的 这个道长大人在他的笔下是就是像他写的那个 光源氏一样是一个充满光辉的男子 然后而且这个道长甚至会跑到他的卧室里面去偷拿他正在写的 原氏物语的手稿 这个我们可以想像一位大人 他跑到一个女官的房间里面去拿这个原氏物语的文稿 这个想起来就会让人浮想连篇 所以其实后来的人都觉得 子事部跟这个藤原道长之间可能有一段暧昧的故事 但是其实这一段故事并没有非常清楚的述说描绘 所以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那在光华之君里面呢 其实很重要的现实世界的两个角色就是藤夫人跟袁将军 他们其实有就是有一段恋情的经历 那我们在整个剧中呢就借由春夏秋冬四季 就整出戏 春夏秋冬四季 然后就把这两个人物的情感关系的变化 把它述说完成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剧照 就是袁将军其实跟这个藤夫人其实已经分手了 就是藤夫人已经搬离了他的那个府邸了 可是这袁将军就很像那种很讨人厌的前男友 就常会跑来他的子藤居这边喝茶呀聊天呀 撩他这样 那这个藤夫人的心情也是就是 又讨厌 但是其实又有点盼望她会来到 就是其实还是一个很寂寞的女人 所以其实在剧中 其实最后光华君 就是他笔下的这个男主照 其实也有问她说 你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啊 其实我相信创作者 常常自己都会也会问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一定有原因的 就像刚才我先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剧中的那一首歌 到底是谁在召唤 召唤你进入这个创作 我相信不只是说 因为一个团队他要做一出戏 然后他需要一个本子 然后你接到这个任务你就写了 一定是这个故事当中有某种情感 或某种精神 我觉得那一个东西可能是当下的你 很想要去触碰的 好 再来 就是藤夫人跟袁将军 其实在剧中 在藤夫人的创作过程 因为袁将军的跟他的互动 就会影响到他的底下的创作 包含他对袁将军的一个怨 我觉得怨恨这种东西很可怕的 你平常没事的时候藏在心底不去触碰 但是有时候其实在你写东西 在创作的时候 他会触发 那这个后面我们再慢慢的来谈 那首先跟各位会分享的是 就是我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会有一些考量 首先当然会为演员还有剧团去量身设系 这个我相信就是 编剧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然后再来的话是 也会去思考的是 这个故事 这个题材 那对于戏曲来说 有没有发挥的空间 因为戏曲我们都知道唱面作答 就是他非常重视表演的部分 那对于戏曲观众来说 如果他来看这出戏 他没有在欣赏表演的这部分被满足到 他就会若有所失 然后再来的话 我觉得现在因为毕竟我是帮民间的团队创作 那其实票房这部分就是会挺在意的 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题材能不能吸引大众会愿意走进剧场 尤其现在我们也希望召唤更多的青年观众入场 所以其实在题材的选择上面就非常的重要 那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关系到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制作里面的亮点 例如说这一出戏我们邀请那个于玲 她是金骏的演员来饰演这个藤夫人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宣传亮点之一 然后再来改编原事物语 因为可能国内的观众 大家对于原事物语的理解 了解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样一个好像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其实就会希望能够吸引观众的入场 然后再来是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 到了现在的台湾的创作者 我们怎么样来说这个故事 然后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存在 对这个都是会去思考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我刚才有跟各位说 就是我跟唐美云 对来戏团长年的合作 那一年一年这样写下来的话 其实会遇到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让整个团队 就是不断的有新的刺激 所以有时候其实会在 例如说题材的一个文化 例如说我选择原事语 它是一个跟日本的文化 跟我们现在台湾的创作团队 怎么样来去跟这个作品 把它来融合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本身很有意思的是 例如说原事语当中 它的一种误哀的这种美感 这种美感我们怎么样来呈现 对这个其实对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挑战 那再来我觉得最后一个放在一个后面 其实是很真实 但是好像有点羞耻 就是编剧其实个人的审美爱好 还是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就展现出来 包括其实各位如果看我写的信 就大概知道陈建兴在想什么 他喜欢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是无法隐藏的 好那我前面有说到量身设系 所以其实会选这个题材 然后把光源式设定是我们剧中的这个 绝对是男主角 那一定也有一些思考 好首先是选定的当然是唐美云老师 是一个昆生女小生 由他来诠释中年的光源式 那诠释中年光源式 其实当然我们会根据演员现在的条件特质 去为他做设定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觉得光源式很有意思的是 他其实在小说当中会不断的作者子师傅 一直在描述说他长得有多么俊美 然后有多么的光辉耀眼 所以我觉得其实由女性来饰演这个光源式 其实他其实也有一个传统 就是大家对于光源式的外形 这个俊美 因为你只是帅还不够还要美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女小生 他本身是比较有这个机会 把他的外形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展现 然后再来是这个剧中其实他会出入现实跟过往记忆 就光源式光华剧这个角色 他其实在当下遇到的事情又会把他引入到过往的一个记忆当中 所以这个演员他在我们的剧中他会随时要 就是要切换到他的回忆 所以这个就非常讨厌演员怎么样去呈现这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期的状态 跟心境 对所以就有那个朋友就说这处信念 唐老师他的情绪其实就像坐云烧飞车一样 会在各种的情绪这样很快的这样就流动着 然后再来很重要的是剧中有一个罪恶感 这个其实是光源式也是他在原著当中有去触碰到的 就是他的初恋就是他的一个继母 那他跟继母的这段恋情后来当然是无疾而终 那他对他的父亲其实就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一个罪恶感 其实他都知道自己做这个东西是非常罪孽的万万不该的 但是其实就是在一个情感的他没有办法去遏止自己 对于这个继母的一个情感 然后而且其实我们在原著当中会看到人的一种很活着很深沉的一种无奈 这种无奈是你知道说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你也知道自己有哪些缺陷哪些缺点 但是你很难去回避或者去改变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怕成人生的悲剧 好那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我们看到光华君当他发现了他的妻子跟他的晚被私通 其实这件事情会让他联想起的就是他自己也曾经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在剧中安排了旁边这一位他所面对面的是青年时期的他 对所以他在当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陷入了回忆当中 然后这是他跟他的那个继母 他们之间的一个恋情 然后这是他跟他的父亲 在剧中我们安排他父亲的出现手上拿了一个蓝灵王的面具 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蓝灵王面具是非常真名的鬼怪的这个造型 对所以这个父亲拿着这个面具后来把这个面具交在他的手上 然后其实他接下这个面具回到现实之后呢 他要面对的是一样的事情又重复的发生 然后他从一个罪恶之身 变成他要面对的是他身边他很重要的人犯下的这样一个罪孽 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看到唐老师演的《光华君》跟小妙老师演的《伯木》 我其实在读原著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有趣 就是我们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光华君他这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非常丰富他的内在的这个书写 那当然在我们的剧情当中其实篇幅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用很精简的方式来呈现 好 那我刚才有说到就是表演对于戏曲来说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其实在剧中就会去设想一些可以让演员发挥的桥段 包含有鬼戏 还有文戏舞唱 这个还有鲁角戏 这个后面会仔细的来说 好 这个鬼戏的话 剧中有一个剧情是这个王晶英老师饰演的这个鲁娘 她是一个比较丑角的角色 就她被一个冤魂附身了 附身之后她就变成一个哀怨的夫人 这哀怨的邱夫人是光华君年轻时候 曾经有一段恋情的一个情人 所以她的鬼魂出现了附身在这个鲁娘身上 所以对于演员来说是 她前面要呈现的是一个女丑 比较可爱的老蛋 可是当她被附体之后 她要变成一个轻衣 所以在行当的转换 好 所以这邱夫人在剧中有唱了一段的难管 这个亨冤家 再来 我们也会看到爽咪老师饰演的伯木呢 当她过失之后呢 我们安排了一个魂系 其实在原著当中是没有这一段魂系的 原著当中伯木呢 病死在她的房间里面 然后公主接到讯息 直到她的这个情人呢过失了 所以就是两个空间 那我们怎么样在剧中去浓缩聚焦 然后还要让情感能够渲染出来 所以就安排了一段人鬼情未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刚才有说到一个文系舞唱 其实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 我这边是借用 也就是在剧中有一些情感 它其实还是比较属于文系的 但是你在台上你如果只是述说或者唱 用唱的方式 它其实对观众的刺激是不够的 那刚好是剧中的一个藤夫人 她写到一个阶段 她的一种内心的怨跟恨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安排在中场前 有一段是藤夫人跟光华君的这个隔空对话 那其实就是一个创作者跟她笔下的人物之间 他们之间展开的一个问答 对那这一段其实就让藤夫人呢 她运用了长水秀 还有一些书写的身段 展现的是她对她笔下人物的一个操控 那光华君跟她之间就好像一个 光华君被操控 被操控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好我们看到这个唱词 其实这是他们之间的问答 就是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 头上真的有一个造物者 或者命运之神 他正在操控着我们的人生 或者是不是我们的命运都是被写定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部戏当中 我们就直接看到一群人物被一个人 这样控制着 其实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好那其实我在读原氏物语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吸引我的是有萤幕 是光原氏抱着他的妻子三公主 跟伯木思通生下的孩子的这一个场景 那当然在原著小说当中呢 有非常细腻的书写 那怎么在舞台上面呈现 我觉得当初其实在选中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自己就非常期待这一场戏 那这当然也是为唐老师量身设系的 一个独角戏的时间 好 所以其实他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 他内心百转千回 他觉得这个孩子跟伯木 就是很可恶的伯木长得这么样的相似 然后他一边欣赏了这孩子 很漂亮的面容 可是他内心的那种怨恨就不断的冒出来 可是呢其实他后来我们这场戏 其实有点梦幻了 就是他同时也看到了伯木的送葬队的出现 就是他对这个年轻人绝对是又爱又恨 我这么疼你 我这么看重你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你怎么可以背叛我呢 然后同时呢 他也 我们看这一段相词 其实就是他内心对伯木的这个情感 对 可是他又对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的烧事 感到非常的惋惜 然后这个是伯木过世之后 三公主后来也出家了 这个是原住当中就有的安排 那当然其实在原住当中 他绝对是隔着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才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其实把它浓缩在一场戏当中 变成光华君在一个时空上中 他同时看到了送葬队伍的经过 他也看到了公主出家的队伍离去 所以他其实突然发现人世间的这种别离 就是真的残酷 对 所以他对公主的情感 也就有一首唱词来描写 然后那最主要是当他看到了这些之后 他又怀抱着这个孩子 其实他内心的一种悲悯就油然而生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创作者藤夫人 发现了这个时刻的时候 他其实发现光华君居然为了这两个人 流下了一滴眼泪 其实这件事情超估了作者自己的想象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当然不是原处里面的 只是我可能在写戏的时候 自己有一个感受是 其实真的你平常故事大方都设定好 你都知道人物大概会怎么走 可是其实你是真的走到 你写到的那一场当下 你才知道他会说什么话 你才知道他其实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藤夫人他的一个唱词是说 看人是无常多别离 他竟然对他们心怀慈悲 异地青泪有无心 人生自恃有情吃 就他才被他的笔下的角色震撼了 好 那当然这部书戏的话 其实观众会有一些反馈 首先是我们故事的这个现实 跟书中世界的这个交错 其实有些观众会反映说 他入不了戏 他觉得我想要在这个故事当中 跟着这些人物走 可是你又跳出来又回到作者了 或者有些人觉得 我想要看藤夫人 他跟那个袁将军的故事 你又跳回故事去 就是有人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出出入入 就觉得干嘛 你们创作者在看 就编剧要把故事搞得这么复杂 就也是会有这样 所以他可能看你的时候 会觉得我入不了戏 有这样 然后再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剧品说 《光华之君》 可能是一出道德剧 我们就叫他宣扬因果报应 就是你私通啊 你偷情 你就会有这种悲剧下场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因果 当然大家如果只看故事的发展 你可能就会这样 从这个因看到这个果 那我也必须说 这个因果其实在原著当中 就很清楚 那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 子事部在那个时代 他一定有他认同的 某种道德的价值存在 但是我觉得 如果只看这部分很可惜 就他绝对不是 原事物语里面最动人的部分 然后再来怎么看待 就是其实《光华之君》这个戏 可能就是我们听到一些 可能学术界的师长呢 或者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还蛮认可的 就是他们还蛮喜欢的 对那我们当然也会看到一些观众 他们就例如说 觉得太稳周周的 这好像昆虚 对 就会说 他跟奶昔为什么要演得 好像变得很稳很稳 为什么不可以更坑枪有力一点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当然是我们在选择题材跟路线的时候 我觉得刚才我朋友分享 就是我帮团团在写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遇到一个考验 一个难题 就是每年的大概是 几乎是相同的一群创作者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求新求变 怎么样每年给观众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考验 然后再来的话 我觉得我也是后知后觉 就是写戏写着写着 才发现 其实无形中的一种表达 还有跟观众跟大众的一个对话 那我觉得《奇瓜马之军》这个戏 还 我说它是一个挺个人的戏 就是他讲的感情很私密 然后他讲的这种感情 又好像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去有经历过 例如说藤夫人的这个情商 可是我觉得它里面还是有的东西是 其实生而为人 你面对命运 面对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历程 你怎么样去寻求一个意义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是比较 我觉得就是我们越活会越有感觉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自己有感觉的是真的是必须走到某一个年岁 某一个时刻你有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 你才更能去理解某些情感 这个其实也像在读原始物语或者我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读《红楼梦》 我们小时候关注的东西跟现在这个年纪关注的东西 绝对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我现在也会感觉是我们在写戏的时候 其实要适度的留白 就是我发觉我比较年轻时候写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思考比较简单 比较没有从比较多的面向去看 然后我们比较容易把很简单的某一个价值或想法 就把它述说宣扬出去了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 我们多留一些空间让观众自己去想 对 会比较好玩一点 然后在创作者自身的感悟 就是我的确有发现创作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疗愈的作用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光华之菌》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藤夫人的确藉由创作在疗愈她内心的某一个伤口 然后再来是个故事当中有对于梦跟幻境的书写 就如果有对我比较熟悉的朋友 就会知道说我的剧中常常在做梦 那当然我也被创作团队扬过 可不可以不要再做梦了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我后来安排梦境都是经过审慎的考虑 是是是 对 今年的《迷游记》 我那时候之前庆公宴就跟她说 这还是一场梦而且整处都是一场梦 然后再来对于《命运》的提问 我觉得这个就剧中很有意思的部分 好 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戏 就是会 其实会有这出戏也是真的连接到我写戏这些年的一些感觉 就是作者跟他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作者真的像是一个秘密之神主宰者 而且我们说的比较有感情一点说 其实你很像这群人物的父母 很像作品的父母 你用你的时间心血把它孕育出来 那当然这句话比较好快结束那我快点收 所以就是其实我说虐你是因为爱你这个东西 其实很有意思 然后在创作当然是自虐的 就是逼着自己要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揭露出来 而且很有意思的像人物拥有自己的历史跟灵魂 而且故事也许会开始有他的自己的走向 我觉得这个是在创作的时候很好玩 会带给我们创作者惊喜的部分 好我们可以往下 对 好 所以其实这出戏最后是总结于一首歌 浮身一梦谁能行红尘之中谁非吃 且将笔墨收拾其踏入前路茫茫的未知 其实不管是剧中的藤夫人还是光华君 还是现实当中的我们 其实面对未来真的都还是未知的 可是就是你还是只能鼓起勇气继续的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光华之娟》表面上 好像是一个有点哀愁哀伤的作品 但它的其实它的最后 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个 还是很真相的 就是我们只能 对 继续鼓起勇气 往着未知的明天往前走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雪娟老师 好 那雪娟老师的主题呢 是涉入新变种歌仔戏的一种可能 它其实是一个曝光度很低的 我的一个作品 是在去年这个传异金曲讲的 一个开幕典礼的一个 十三分钟的表演 那为什么它的曝光率这么低 甚至它也不是一个歌仔戏 我去把它拿来这里讲 那主要是因为呢 我很喜欢戏曲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 其实跟戏曲有点疏离 我到很大的时候才开始看 所以呢 我被 我喜欢戏曲的地方 可能跟大家也不太一样 那在2009年做 《狐仙故事》的时候 我就曾经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幻想法 因为《狐仙故事》这出戏 本身是 本身的情节就非常的跳跃 然后呢它的叙事 也都跟以往的金句不太一样 甚至唱段也很碎 那没有那种很大的完整的唱段 所以当时我就想 有没有一个可能 就是做一个轻金句 就是它有金句的元素在里面 那但是呢 以一个不同于 其实《狐仙女经》不太像金句 不是很金句的金句了 可是我心里又想着 有没有一个更轻金句的金句 那那个时候我对音乐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那我只是就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如果说演员不要带那么多 就是把这个金句的程式再淡化一点 它会不会又更不一样 那这几年来啦 就是至少我在Bidi Bidi上面 有看到很多中国的戏曲演员 或是戏曲相关喜好者 他们都真的慢慢唱出了 其实不是戏墙 我觉得是有一种清金句的感觉 就是那种保留金句的咬字 然后但是呢 旋律呢就不是嬉皮二黄 那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呢 它跟流行歌不一样 它跟细腔鼓风歌不一样 但是它有一种非常耐听的韵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 可是呢其实我也知道不太可能 那后来这个做了这个 参加了就是女博生导演 找我做传译金曲的开幕典礼的时候 做了这个摄日 那我之所以叫它新变种歌仔戏的一个可能 是因为我也觉得它不太可能 变成一个完整的大戏 那我也不觉得它是歌仔戏 所以应该是没有激怒到戏曲的爱好者 它很符合很接近 我在2009年很年轻的我 就有了一种幻想 就希望看见一种用戏曲元素 但是不是戏曲的一种新的表演形式 你要说是新剧种也可以 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描绘出这么一个可能 那看看有没有说 其实现今的状况我觉得可能也是蛮难的 就为什么难 难在它的制作团队必须要来源很多元 那像我知道这个建国有一处安马天狗 就我曾经跟我的朋友描述过我这个理想 他说安马天狗就很像 可是我觉得安马天狗没有那么像 就没有那么像我想要的那种东西 我想要的那种东西就是你不会看得出 你会觉得很难辨认它的来源是哪里 当然你仔细看你还是可以知道 但它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hybrid 一个混种的东西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混种的东西 就会受到一些被批评的压力 那好 那我就 那这个摄日呢 它其实我关注到这个故事 已经是两三年前了 那两三年前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泰雅族的摄日传说 跟我们就是从小读的后裔摄日不一样 后裔摄日是一个人的英雄 可是泰雅族的摄日传说呢 是知道摄日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 于是三个勇士背着三个婴儿 然后呢 要一路走 一路把婴儿养大 再将一生的武艺传授给这些小孩 所以我其实当下就很感动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感动 那后来呢 我慢慢发现 就这两三年来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作品会比作者本人 更早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转变了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 就是这也跟我未来的规划 有一点关系啦 我其实参与剧场工作 就是要非常感谢王安琪老师 感谢国光剧团的栽培 那很早就参与剧场工作了 所以其实这些年下来呢 我知道作为一个编剧者 就是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 我知道对于导演 对于演员来说呢 剧场不是一个人的事业 那可是因为我就是不知为何 可能是因为拖延症的关系 所以呢 每天都过得很狼狈 我所有的事情呢 通通都到最后一刻 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是很少很少 有力气去参与剧团排练的 我觉得我应付我自己的人生都来不及了 所以对我来讲 编剧事业是一个人的事业 然后我渐渐地发现一件事情了 就在我当年被这个剧本 被这个题材吸引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人的事业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现在一直很渴望的去找一个群体 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即使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我是一个nobody 或者说我是一个即将要背负着婴儿 前往日落之处 然后我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栽培这个婴儿长大 然后我是一个成功传说中的无名小卒 其实我都觉得无所谓了 所以我其实很想要追求一种文字质感是 它脱离了戏曲很规范的四三 这种七字句十字句的断句节奏 但同时呢 就是它取得流行歌那种比较流畅的质感 但同时呢它又保留着那个文言性 当然那个文言不能够是读不懂的文言 那以我顺便来与一个就是下面这一条 淡化城市性格的身体质感 这部分呢是我还要用来作为 补充出我幻想之中的那一种 什么叫做我讲的那种是戏曲 但是其实呢 不是戏曲 但是非戏曲演员做不出来的东西 那我要举的这个例子是两版的费特尔 这个是第一版的费特尔 然后呢这个是现代舞者 吴建伟老师 那大会稍微记一下 这个现代舞者他的身体的姿态 那其实安利老师这个动作呢 我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可以知道他不是戏曲 可是呢 他的这种整个的形态 这种静止的美感 他其实跟戏曲是不冲突的 而且他表现出了 现有的戏曲程式 无法表现出的那种奇思遐想 然后一个人沉溺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那这里当然就是很杜立娘式的一个转身过来 所以刚刚有看到军方导演好像有在线上 不知道是不是健心讲完他就跑掉了 那反正我跟他表白一下 我非常的就是喜欢这些片段 那各位就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地方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 这是2021年的费特尔 那同样的地方呢 他是一个由五行演员 然后呢去用一套靶子弓 但是拿掉罗古典 那之后呢 在我可以看得出来 这其实实际上还要去取叫军邦导演 就是他做了很多的微调 而使得那个靶子弓的感觉呢 他变成了一个你知道是靶子弓 但是呢他居然可以表现出如此情欲的场景 那 看看他会不会又在不正确地 走向正确地还出现 那就是五行演员 等会儿做出来了 这就是好看的 第四行动 모델 和发声描述 这就是好看的 就是梦导演员 into刨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当代传奇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提出这种新变种的剧种 就是由戏曲演员的身体所提供的质感 然后来做的新戏 其实并不是要消灭戏曲 相反的是 我觉得这是戏曲的无价之处 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并行的东西 然后我也不是为了要跟西方交流 因为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刚刚说了 可能我进入戏曲比较晚 所以我看到这种东西 其实会特别的兴奋 会觉得说耳目一息 然后它真的是一个把时代印记 就是跟古老的一个文明文化 作为交融 那我接下来讲的就是关于文字质感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的身份作品 《当时月有泪》 那我在我的身份发表会上有说 就是我博士单毕业之后 对于戏曲方面我做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几乎都是在学米南语 写歌仔细 因为我本来是写京剧的吧 可是其实我自己是满喜欢歌仔细 我也很喜欢建兴老师的作品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一辈子都写不赢他了 就那么多 太厉害了 好然后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种 很一般的这个 可是我很喜欢这一首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 这个七字句奇延的流畅感 那这个是长短剧的那一种抒情性呢 是无法表现的 那所以这个是属于当时月有泪的部分 那我在设计里面呢 待会给大家看 就是这是最后一段的部分 那我想讲的就是这一种 它有一点点心诗的味道 然后呢 它是其实又有一点流行歌 可是呢 它的这个用字呢 是流行歌不太会常见的 相近世人的所在台队中心 它是孤单的单胎 尊尊的好水爱在满世界 七岔的光芒 如今已不在 河路在满天的情海 这是一个卫生以太阳的时代 这是一个少年级 打拼开创的未来 我觉得这一较都有压抑 可是呢 它的节奏感就跟戏曲不一样了 那当然啦 这个东西要好的 其实音乐要配合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博生导演跟那个 人称豪神的小豪老师 也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接下来我就要做这个 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有13分钟 我的时间应该只剩下5分钟 所以我不会把它全部放完 опè苏高博身 Präsident.. 很久好从此一直给他 当你见新年线下去 наши冬… dow… 多少年线 Sport 唱REE 假 meant你只能夡 traveling ình余飲雪 熟 No 天赤 平日 我 自然 你们 少 li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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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